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侯卫的花果山 可能伤害要爆炸 开场直接加野兽之力 最大方直接当初选择的青宝宝 不给自己补野兽吗 一般强服打pk 开场加野兽 这也是一个常规操作了 越往后加 其实越亏 越后加越亏 开场放下 野兽都是常规操作 那双方 下一步应该就是补流云 补凝制 以速度为主 前五回合 把状态加完 后期慢慢输出 双方都是毕雷利P开场打得比较稳健 现在的善恶宝宝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经常会出现五个善恶宝宝 出现四个善暴 三个善暴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出一波毕雷利P对付女拔木的幻魔 还是相对稳健的 队长方 方寸一把金钦 大蛇咬一口 伤害还是可以啊 补补流云 这都是前期常规操作 被珍宝格大课啊 西大老街很难受 大蛇继续咬 当头直接清蛇 队长方也是一把当头 观战方有物理速度 那有物理速度打到后期的话会非常的有优势 宁智硕继续扔天魔觉醒 队长方双化魔成型 招牛招的有点早啊 可能观战方清掉队长方这条大蛇以后 那个牛就是送了啊 其实那个牛在毕雷利P面前 根本就扛不住一回合了 3600 参与思雪没有死 再P 3600 大蛇直接飞掉 刚刚第一回合招出来 也是仅仅维持了一回合 毕雷利P还是强 双方既然没有选择上善恶 那就是说双方前期都没有什么点杀的欲望 还是要往后期打 尤其这种双锋的阵容 很难找到点杀的节奏 丽P也是吓滑到了宝宝身上 P给一千多血 女儿村一速 继续控方寸 不能让方寸分身进去啊 双方都得控方寸 观战方女儿村啊 也是控制队长方方寸 观战方 方寸山也是补了一把流鱼以后啊 拿到速度比观战方自己的女儿村的速度还要快了啊 证明方寸山的加点也是比较极致的 当头继续亲宝宝直接打神啊 这虎头尾的花果山伤害啊 肯定是非常的暴炸 避了利皮抗性本来就不差啊 避了利皮抗性本来就不差 而且是 观战方这也是一刀一个啊 对战方花果山给自己补野兽了没啊 我刚刚也是没有看到 好像没有补啊 因为上一回合是杀了大蛇啊 上回合杀了大蛇 利皮 这个大牛能不能飞 三千四没有飞 再来一只 三千七 一个宝宝有点贪心啊 这么个这边有点贪心 另外一个宝宝去打了 宝宝没有选择亲大牛啊 不过不要紧呢 大牛可能也扛不住观战方头上有当头有神针啊 可以直接起飞 看一下自己的伤害了 毕竟虎头大可啊 对战方摇摇领导啊 也是一个无奈之觉 刘云爵在给女儿村补上啊 前期还是这些小操作 对战方一把破甲扔过来 也是提前破一下 为后续打一下基础 解开自己的方寸 神之汉还直接起飞 看看伤害六千九啊 这伤害直接打出被动 四千亿 哎呦 这不能让观战方这虎头花果山这么玩啊 一万许啊 不然对战方有点扛不住 得主亲观战方花果山的宝宝啊 亲一下花果山宝宝 封系啊 顺便控制一下 花果山如此出手 对面扛不住几回合了 这花果伤害太高了 必须得控制一下 双方现在都是没有换魔啊 震宝哥这边打的也是比较稳健啊 一直没有出大牛 四回合了 一直没有出大牛啊 感觉也是在对面啊 这毕了利皮成型的情况下 出来牛也是给对面 宝宝加血用的啊 没有什么用 金刚护体拉起啊 必须拉一波防御圈了 花果山头上还有神针啊 可以直接又起飞了 连续起飞两回合五千九 伤害依然很爆炸啊 三千八对面女儿村感觉都有危险了啊 女拔木再招招小院灵配合着花果山这么神级的取秒 对面啊 不太好康 女拔木啊 先招小院灵 下一回合就可以取秒了 再配合花果山一把神针 感觉对面两个风系随时都有可能倒地 观众方这边如果宝宝啊 飞了的话可以补一个上游宝宝出来啊 增加一下对人物的输出 女儿村一把精气 保出手 方寸能不能分身出去啊 很重要 一把笑离给到了花果山 观众方顺势而为强控了啊 知道对战方有精气 来一把强控啊 就是不能让对战方分身 双方对于花啊 方寸山的啊 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 花神四已经开始叠加人心效果了啊 为后续做一下准备 花果山又一把神针 连续三回合 直接把宝宝打神七千八 女儿村血量被压制的下来 方寸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这过去六千二 这每一刀啊 感觉都像是暴击啊 好难受 再配合女拔木一把取秒四千 选女儿村方寸啊 两个人的血量 岌岌可畏啊 观战方幸亏是没有山鹅宝宝 不然这一把拍过去 随时都可能出人命 开始亲戚小怨铃啊 吸收下观战方这边宝宝的输出啊 双方宝宝前期神佑的几率都非常的高 对战方也是疯狂的神 观战方这边也是疯狂的神 四千三啊 亲戚小怨铃 对战方你不亲小怨铃的吗 你让观战方这么取妙 你受得了吗 女儿村又一把进气啊 刚刚进气完又来一把进气 一把效力也再给方寸 看看方寸分不分身 落破 没有风中啊 也是刚刚进气完 方寸终于是分身进去了 这四速方寸太难受了 蹄虎宝花果出手 花果头上还有神阵 连续四回合的神阵三海啊 卡一个药 女儿村基本又处在一个满血的状态 神阵又来了 四千八 四千四 一千五啊 那方寸有分身的话 基本没什么危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观战方的花果山 还没有加什么状态啊 仅仅是一把金刚啊 仅仅只有一把金刚 女拔木一把去妙过去 对着方女儿村 直接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李批啊 继续清一下小院 林观战方 下回合可以招蛇了啊 可以招蛇了 必须得清一下花果山的宝宝了啊 算一下花果山的节奏 在他们高端PK里没宝宝啊 赶紧第一回合就得招了啊 不能拖 一旦拖的时间很长了以后 嗯 基本上比赛就会很难的啊 很难的 小院林想补刀啊 353差点A4 对着方女儿村 直接拉出一个孩子 观战方直接换徐迷 也是知道女儿村血量不是很多 超级指挥 算血啊 算的还是比较准确 对着方女儿村 在不知不觉中 直接被观战方点杀 那观战方有一波大节奏啊 对着方女儿村那可是一速 没有了一速的控制 又拍开直接招蛇 看看女妈母一把群秒还是招蛇 猪子先推一口血 但是女儿村一斤到地 挡头 打了500多 那是直接把蛇打神了吗 一刀劈过去直接把蛇打神了吧 大哥 这也太爆炸了 啊 你想想现在花果山头上没有气 身上没有 啊 那叫什么了 铜头铁壁啊 没有铜头铁壁 没有状态啊 仅仅依靠被动和一把金刚 打出这么高的输出 这把大克啊 太难受了 观战方第八回合 依然没有招牛 依然是没有招牛 可能现在就得招了啊 对着方一旦有死人的单位 观战方这边就可以招牛了 方寸一把催眠 观战方花果山补 补一下宝宝 帮他哥 你不要说你是真宝哥啊 没有宝宝也不好打的 一口活血 先抱自己的蛇 打蛇也是破了分身 直接换宝宝了啊 两个叔叔全部换出宝宝来 那不换宝宝是真不行啊 真不行 小怨铃继续招啊 真宝哥的对战方 西大老街女拔木 也是疯狂的招小怨铃 想吸收一波观战方宝宝的输出 这个须民也是自动了 把前三直接被派飞 亲戚小怨铃啊 真的不能让女拔木这么群妙 其实很多服务器在跟真宝哥打的时候就是不注重亲这些小怨铃啊 就是大患魔啊 咱不说了 这小怨铃也不注重亲啊 但是反观真宝哥这表一旦对战方怨铃很多的时候啊 也是疯狂的亲怨铃 你出我就亲啊 也不怕浪费宝宝的输出 催眠没有风作 金刚护法继续拉起 花果山头上啊 没有神针了啊 对面也没那么大的威胁了 八千雪 女儿孙直接被拉起来 花生四游的人性效果以后也是非常舒服 一万雪配 反正了五千啊 还剑飞了两个小怨铃 杀威铁棒啊 双方现在开始了青蛇的操作 观众方继续招小怨铃 发出一个鸟啊 幸亏女拔木速度快 幸亏女拔木速度快啊 不然这小怨铃差点就没了 也就剩下两个了 这个鸟招出来 可能大蛇飞掉 这个鸟也就是送了啊 给观众方宝宝吸血用的 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吸收一下宝宝伤害 好像这几回合啊 第十回合吸收宝宝伤害 意义不是很大 对张方现在的问题是 输出有点不足了 招出一个孩子 再加上一个蛇吧 对张方仅有三个输出宝宝 想清蛇多少是有点困难 观众方如果开始控制 对张方的花果山 基本上这个蛇清不掉 村棉继续控制花生寺 对张方也是一把村棉 控制花生寺 观众方女儿村的血量 也很危险啊 也很危险 进行缠注一把家 现在由于啊 大改了以后啊 进行缠注也不能给大蛇回血了 不能给大蛇回血了 改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不然这蛇更清不掉了 一把过来大蛇被打成残血 终于是第十一回合 招出了自己的第一条牛 对战方琴三叠 继续清宝宝 这些宝宝清不掉啊 吸大脑结出再多的患魔也没有用 里皮啊 就是给这宝宝吸血用的啊 非常的舒服啊 这九百九百吸的 另外一个宝宝 怎么没打蛇啊 这蛇被打成的残血啊 大哥啊 不要闹着玩 2700 也是顺利清掉这个大蛇 幸亏没打到 我以为这小怨灵要补刀 看看花果山 刷什么技能 观战方啊 可以给花果山加一下状态了 对战方的花果山 头上刷的全是输出技能 刚头直接把牛当掉啊 毕竟对战方现在仅剩下 两个输出宝宝了 发生四再出一个 大牛猪高 三千一 鸟直接飞掉 刚头继续清宝宝 观战方宝宝继续神幼 一把群妙想杀蛇乱 这么个一贯的作风啊 这宝宝没有跟蛇乱 蛇乱处在一个残血的状态 有一个护盾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这么个这边宝宝 几乎全是有感知的 几乎全是有感知的 没有跟啊 这蛇乱没有死 小院里 不过有护盾啊 没有问题 那蛇乱应该是保住 就看对战方这个输 回合倒没倒啊 这CD如果到的话 赶紧招出来 卡一个药吧 给蛇乱大哥们 这蛇乱如果飞了 那女拔木节奏就非常的不好 对战方女拔木 还没有真正的输出过 金刚护法 再给宝宝夹上 一口活血 先保了女儿窜啊 这个蛇乱没人管了 神圣汉海 那蛇乱肥了呀 不神就得飞 25333 头上有一个小旗子 秒不到蛇乱啊 非常的舒服 这算这冒格的一个失误吗 也算也不算啊 观战方花果山宝宝宝 也是终于被清掉 也是 还是被清掉啊 对战方也不管 观战方这边也不清的啊 对面其实完全有时间 给自己蛇乱 砍一个药 这女拔木 还得出宝宝 大牛 招出来 好像有点扛不住了 再来一下 刚刚一下 避雷也是没有清掉 观战方小院灵啊 这有点不应该 小院灵的血量好高呀 四月生香 继续控女拔 笑里藏刀 给刀花果山 村民继续封 对战方花果山 是不是一直没有起野兽之力啊 又是一把笑里过去 双笑里啊 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 八果山真的没起野兽之力啊 真的没起 应该是没有起啊 不然观战方 不会这么疯狂的笑里的 就是控制着一把野兽 十四回合了 三枪 直接打费 哎 观战方也被清掉一个蛇乱啊 双方五五开了啊 不亏都不亏 那这样的话 风狼那边可能心里要平衡很多啊 立屁啊 继续清远林 就看花果山头上刷什么技能 花果山头上又有神针了啊 又可以继续起飞 继续控制观战方方寸 碎玉强风 啊 风中 起了一把 塔 观战方女儿村也是控制对战方方寸啊 不能让分身了 金刚护体拉起啊 双方也是啊 对于方寸山的控制非常的强 魔镜激发加上 直接起飞啊 应该是要直接起飞 最好能点着对战方啊 花生四的宝宝飞啊 点着花生四宝宝四千六 打出被动 要保护 这个伤害对面有点不太好招架 出黄金奖 八千九 孩子直接飞掉 当头七千八 头上有一个鬼扶之行啊 也是反了一下自己的伤害 终于是招出了大蛇了 啊 双方又进入一个青蛇的阶段 但是对面的宝宝啊 现在确实的太严重了 观战方如果啊 有机会刷出一波好技能的话 可以尝试的来一波点杀 虽然对战方有盾啊 女儿方寸都有盾 但是可以点杀一下女保姆 或者是花果山啊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缺了三个宝宝啊 对战方赶紧出啊 赶紧出 花果山头上还有神针 对战方一把金青宝出手 舍身取悦保孩子 木槿激发继续加赏啊 这把神针又来了 啊又来了 啊也是点着宝宝 7900又打出被动 对面宝宝飞的有点快 6000 感觉稍待的把这个大蛇 打的也很难说 对战方 花生寺的血量也不是很健康 女把木再跟一把群苗 女儿村啊 方寸山撤两个门盘 血量不好回啊 大蛇能不能保住啊 这个大蛇很关键 对战方有一个宝宝 去卡了血 那没什么问题啊 蛇应该是飞不掉 观战方想杀蛇 还得继续控制 对战方的花生死 观战方这边也得招蛇了 也得招一招蛇了 思雨生香 继续控制女把 催眠啊 开始控花神 花果山了 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 花果山头上还有神针啊 再让这么飞一把 对面 招架不住了 领宝推口 还是啊 不能给换魔架 当头 亲孩子啊 终于是清掉了 这魔镜激发将伤害 加的有点高的 女把木没有招蛇 直接一把群苗 又过去了 大蛇2700 差一丝血 有没有给卡药的 啊 先保人物啊 没有保蛇 啊 没有时间保蛇了 一把金轻啊 观战方这一回合 花果山还是不能出手 小李藏刀给过去 还是继续控制野兽嘛 18回合 起不出来一个野兽啊 太难受了 温柔一棒啊 本不温柔 没想到面对 珍宝格的时候 只能放下 吐刀了 一口活血 当头 八千六 巨金宝宝 大蛇招出来 观战方这边 双幻魔成形 啊 这两个幻魔 可不一定好清了 啊 可不一定好清 李皮 三千三 差一丝血 啊 这大牛保不住啊 大牛很难保的 拍开花果山 啊 催眠还是比较霸道的 五千五 最后一丝血 神不神 啊 三千五 双方的大蛇 都是没有神过 四语生香 继续控制方寸 观战方 也是一把封印 啊 不要保自己的蛇啊 不封花果山不行啊 必须得保蛇 继续招蛇软 双方现在的局面 是这么个这边优势 还是比较大 啊 不要看双方没有什么人物倒地啊 但是这么个这边优势 真的非常大 大牛啊 直接飞 也得出一下怨铃 这就是女拔木的比赛 打的还是比较的 托节奏啊 比较托节奏 女拔木每一次出手啊 前摇时间都非常的长 啊 想群苗 现在招怨铃 想招大蛇 现在出蛇了 女拔木的事太多了 灵性到火 继续打起 抗一下风 又是一把紧情宝出手 观战方一直是啊 方寸的速度比女儿村的速度快 对战方也是一把紧情 给宝宝卡一个雪 还是打的比较细节 花果山头上有当头 啊 那就继续亲宝宝呗 啊 也没什么可干的 啊 也没什么可干的 当头直接杀人了啊 直接选择杀人 想要杀对战方的女儿村 但是贴了一把保护 女儿村的雪量还很多 女拔木跟一把群苗 被打成了一个残血 但是观战方有没有善恶宝宝啊 很重要 有没有善恶宝宝 没有善恶宝宝的话 这把点杀多少是有点嘻嘻哈哈的啊 贴了一把保护 圣宝哥这边开始保护了啊 开始保护了 对面 打到了人物身上啊 应该是亲观战方二号为宝宝啊 亲二号为宝宝 亲一下小怨铃 岁月 强控防寸 对战方防寸啊 在分身里边 中中 直接拉地厅了啊 观战方想打开局面 看看这个地厅能不能出手 村民 再控制一下花生 四 啊 观战方可能有点啊 觉得太麻烦了啊 我直接出个地铁 给对面啊 来一波难射 看看对战方有没有罗汉点啊 罗汉点太重要了 继续点杀对战方 女儿孙 防寸又贴了一把保护 啊 观战方这边也是用宝宝 在保护自己的大蛇 对战方双幻魔成形 观战方现在宝宝 输出有点不错啊 你就是一直在点杀情况下 对面其实宝宝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而且幻魔也没什么压力啊 厉皮 把对战方 女儿孙 血量压制了下来 啊 看看观战方这边能加出几把战敌吧 啊 化身四倍封着 女儿孙 女儿孙不能加 女儿孙不能加 只有方寸啊 只有方寸自己可以加一把战敌 那一把战敌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威胁吧 啊 没有那么大威胁 无魂 方寸也没有加战敌 女儿孙也是没有加战敌 啊 那一把战敌也没有 其实这地厅 只能是用来吸引一下伤害了啊 没有什么输出的环境 啊 没有什么输出环境 当头继续压制女儿孙 一万一直接压死啊 也是乐此不疲啊 终于是压制了对战方的女儿孙 这地厅 被封住了 也是没有出手啊 不过出手也没关系 一把战敌也没加 对于现在的高端 五战队来说 没有加战敌的地厅 没什么威力啊 没什么威力 现在真帽格的优势 就有点大了啊 不过真帽格这边是没有换魔的 开开自己的化身寺 已经压制了对战方女儿孙两次啊 对战方化身寺应该是有人心的啊 拉起来直接活血就可以 啊 五层的人心都是满的 啊 没有人没有任何问题啊 虽然这回合被村民 啊 拖上两回合 没有什么关系 解开自己花果山 还把村民金刚护法继续拉起 当头继续清 七千八没有死 天魔觉醒 招一招 这么个鱿鱿啊 好像第三条蛇啊 拉第三条蛇的时候 CD到了 也是一直没有拉 所以说这某个这边蛇的 节奏啊 不是很好 两千五 啊 宝宝也是直接飞掉 这某个现在缺了两个宝宝啊 缺两个宝宝 青蛇有点困难了 得配合花果山的输出啊 单纯的靠宝宝 多少是有点不够 对然后女儿村一把金青 很舒服 但是化身似依然不能出手啊 又是一把地厅拉出来 第二四回合这么个 这边又拉出一个地厅 还要打一波压制 刚刚那波压制没有打出来 确实是没什么输出环境 大牛助攻两千九 最战方女儿村 哎 神幼了啊 神幼了 这个时候非常的关键了就 女拔木 先招蛇 没有选择取鸟 那最战方女儿村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又合出了鸟啊 最战方 李皮开始亲大牛 哎 这宝宝 这是没吃空系肉谱吧 为什么会逃跑 这是你吸血的大好机会啊 你放弃了啊 放弃了生存 就差那一只宝宝啊 就差那一只宝宝 小月灵 这小月灵太骚包了啊 直接咬死了啊 对战方的女儿村啊 那关战方这边 又输出节奏了呀 两把战敌加上 有没有把地厅出手的啊 水清或者提火都可以 鬼气 摇了一把铃铛 直接逃跑啊 双方 打得也非常的秀啊 打得也非常的秀 大蛇助攻 也是咬死观战方的大牛 双方 这几回合运气都还不错啊 虽然对战方女儿村倒地 但是 这地厅啊 也是被咬跑 而且大蛇助攻 还把大牛咬飞了 啊 还不错啊 还不错 其他老街还有机会啊 对战方大蛇 也是直接飞掉 后天 现在真猫哥 还得出一波宝宝 现在两个宝宝啊 只有一个输出的 完全不够啊 亲鸟都不够 双方 这局比赛啊 都是那种神仙运气啊 运气都比较不错 这利劈 大哥 你这利劈 劈歪了 还是咋地了 哎 对战方宝宝 又神有意志 一把罗汉接起啊 也是怕了啊 怕观战方直接换须弥 方寸先分身 女儿村 没有拉须弥 拉出了一个常规宝宝 一口活血 观战方继续宝蛇 双方也是终于把宝宝出拳 重新来过 对战方还有金钦啊 那非常的舒服啊 现在西大老级状态也非常的好 观战方这个大蛇啊 神幽了啊 9800直接神幽一只啊 这也是双方26回合 神幽的第一只蛇 这神幽丸也被打成了一个残血啊 可能还要飞 一直没有出护盾啊 神幽的也没用啊 现在西大老将啊 宝宝齐全了以后啊 这青蛇能力也增加了不少 女儿村一把三票 票中一个 方寸一把催眠再给到女拔木 那要杀蛇乱啊 一口活血先帮女儿村 应该是要杀蛇乱 没有点子 蛇乱秒五千七 一万一啊 女儿村再次倒地 对战方这女儿村站不住啊 好难受 蛇乱被拍了三千六 对战方蛇乱有没有拍自己啊 蛇乱拍下自己赶紧招出蛇来 不然这蛇乱抱不住啊 哎呦 孩子啊 孩子飞掉 哎 关战方没有青蛇了 只是控制了下女麻木的节奏 李批野 继续批野 三千二 清掉小怨铃 对战方有罗汉 情况下观战方也是不敢贸然出这种 啊 虚米宝宝 蹄虎 宝花果出手 神针汉海可以继续起飞 打到后期这种神针威力就大了啊 越打到后期这种神针威力越大 蛇乱三千 应该是点了防御了啊 应该是点了防御 小鸟也是九千四 直接飞掉 沙威七千四 宝不再飞 关战方也开始招鸟啊 确实是现在换魔的节奏啊 太差了 招鸟出来啊 补一补节奏 看看女麻木 避雷 有六千三 点了防御了 这蛇蓝又飞了 对面西大老街被清掉两个蛇蓝 那女麻木下户和没别的操作啊 继续出宝宝啊 继续出宝宝 落魄在封 关战方 女儿村 没有洞啊 也是出了宝宝 金刚护法 再拉滑鼓山头上 还有绳子啊 还可以继续飞 又来了 四千三 女儿村啊 八千六 神又 感觉防寸啊 分身进去以后啊 都感觉自己安全了很多 队长方温柔一棒啊 现在也开始不温柔了 但是有点晚了吧 大哥 女儿村啊 继续倒地 宝宝也飞掉一只 这把群苗赚大了 队长方开始出山蚝宝宝了 关战方这边也出开山蚝宝宝了 有了山蚝宝宝 那就证明要打压吃了 要开始打压制 关战方得解开 女儿村的封印啊 直接换徐民 继续压队长方女儿村 三千二 女儿村直接倒地 四语生香 控制防寸 山解开女儿村啊 还是要出宝宝啊 地厅可以再来了啊 这个时候地厅可以出了 没有换某情况下 出地厅还是比较稳健 一万五 方村山直接倒地 对战方也是想点杀 关战方女儿村 但是双方这个输出差距 有一点点的大 有一点点的大 女伴们在跟一把群苗 对战方的化身寺 化过山 血量都很缠 而且啊 方村和女儿村也都倒在了地上 化身寺还被封着啊 不能出手 又是一把 效力过去 直接来地厅了 那观战方 花过山可以压制一下对战方的花过山 压制一波花过山 神针 宝宝神 看看花过山 哎呀 花过山差一丝丝啊 可能是神针了啊 可能是神针了 顺满街山秒过去 哎 没有秒到花过山 对战方拉起两个风系 利劈啊 现在把这个须弥干掉 2900 差一丝血没有死 化身寺加口篮 有零元 这一回合又可以加占敌了 对战方一把 金星没有选择罗汉啊 这是要硬扛 观战方这把地厅了吗 两把战敌 啊 就是一把战敌了啊 这女儿孙没有加战敌啊 水 金青宝的一把出手 又是一个无魂扔过来 啊 没有中 地厅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直接出手 一把战敌的地厅 2000啊 三人倒地 啊 三人倒地 6400 感觉化身寺应该带的不是法皇灵士啊 能被一把战敌秒到一个1000左右的血量 无魂再人给化身还铁了过来啊 那没了啊 那对战方没了 再配合着啊 花果山一把群秒 9400 宝宝在飞 有大鸟这小鸟 咬死了对战方的化身似 女拔木召出大蛇来 那结束了啊 对面没机会了 地厅也是完成使命啊 直接可以离场 加户和观战方还能出地厅啊 关键是还能出地厅 对战方宝宝再次审右 看看女儿村啊 出须弥还是直接拉地厅吧 失魂啊 直接换须弥了啊 不换地厅了 对战方女拔木直接倒地 杜杰金身 给须弥宝宝宝加上 推拿化身似先保自己一万一 把人心放掉了 那剩下这四个人物单位怎么办 磁豪吗 我记得高端服务器 好像只有屈服我有磁豪啊 别的服务器都是没有的 那这没了啊 也是恭喜真冒格吧 顺利拿下这场比赛 双方前期打的还是比较纠结的 而且双方这个运气啊 这场比赛都非常的不错 都非常的不错 不过被真冒格大克啊 能打到一个三十多回合 蜂狼已经尽力了啊 已经尽力了 确实不易啊 打的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战敌直接加给须弥 摇摇淋到啊 已经输出最大化 大蛇再助攻一下 再拿去迷 出发联啊 划神四应该是也保不住的啊 也保不住的 卡了一个五龙丹 应该是没了 没了 观察风这边再出一个孩子 加一把鬼眼 华国有当头 一刀过去 感觉方寸是有着 化身寺是有点招架不住的 换出一个地府的孩子 打打鬼眼 招出一个狗 招出一个狗来 这是两万三直接被侵飞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小胖 如果有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